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区块链 当然我本来的专业是量子物理 量子信息 所以我更有兴趣研究这个量子信息在区块链上的应用 也会研究区块链工业未来的发展 怎么跟华尔街主流的接轨 包括它的评价 评估体系 是吧 指标体系 然后具体的说 MIT 斯隆商学院有一个食品安全的项目 我们在跟我们讨论就是说 怎么结合区块链 保证他们数据的安全 数据的确定 然后怎么结合以来云 因为以来云是一个区块链驱动的操作性 对对对 Crypto这一块和华尔街那一块 其实大家感觉可能是同一种 但是又没有连在一起 没有 你觉得它这个连在一起的可能性大吗 会在什么时候 会大是肯定大趋势要连在一起的 就是因为很简单 区块链虽然去年有一个牛市 好像挺火 但实际上它的体量也才几千亿美金 dollar 这个在华尔街的眼光里就实在太小的case了 因为你知道华尔街都是至少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亿的美金 对吧 那个你才几千亿美金是人家的零头 对吧 零头的零头 所以要说体量来讲 华尔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另一方面 区块链显然大家认为 它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前景 趋势 这个是华尔街不能忽略的 那么所以华尔街 根据我的经验 他们是非常有兴趣 非常热情的现在来研究区块链 甚至拥抱区块链 当然障碍在哪里呢 主要第一就是监管 怎么样在未来 就是让区块链能够又要符合监管 对吧 又能够发展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监管也不可能一层不变 完全按照传统的证券去监管区块链 也会把它弄死 但是另一方面 你说区块链完全不要监管去野蛮生长 古迹也不可能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方面 华尔街在几百年的发展里面已经形成了一套 它自己的这个评估体系 对未来的项目 比如它的价值 它的发展前期 对吧 它的风险性 对 那么这一套东西呢 区块链目前还没咬 所以这也是我在YT建立这个研究室的目标之一 就是能够以华尔街的这个指标体系研究体系来为区块链的未来很多项目进行定价 对吧 然后能让华尔街接受 第三就是出发展的应用真正要落地 实话实说 以太坊虽然去年很火 但是以太坊房解决的刚需恰恰是发空气笔 显得风气引勇 但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落地的 真正的APP在链上跑不起来 因为那个效率跟不上 要真正去跑的话 你早就忍受不了了 用户体验肯定极差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参与的一个叫以来云 以拉索斯 那么以拉索斯背景呢 它是微软的前工程师 在差不多20年前提出 未来的操作系统应该建立在互联网上 一个区中音化的 那么它现在去年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 把它结合区块链以后呢 它恰恰形成 就是让这个DAPP在链外 可以有个可运行的 可信的运算环境 就是你这个DAPP 它不需要在链上运行 当然需要区块链去验证 比如它的身份 用户的身份 可以去验证关键性的交易 像比特币 我们跟比特币也是联合挖矿的 但是真正它本身的运行在链下 不可能在链上 因为链上是跑不动的 以太坊已经反复证明 那么在链下 它有这么一个可信环境 但是它同时能证明 你这个 你这个APP是不是正版的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能够保护用户的数据 对吧 不能做假 是吧 那么这样就 我们就坚信 这就突破了区块链 上一轮牛市的竞评 就为什么以太坊 光光看得挺火的 但现在就有熊手 也感觉一去不不反了 好多空气壁无疑要死掉 对吧 以太坊也接的就是被拖累的价格急剧下跌 那么 下一轮牛市真正让 让华尔街主流能够进来 一定是我们手机上 真正的这些应用 能够跟切块链结合 能够为用户产生价值 那一来云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说有些不需要在链上的 就把它放到链下 对 但同时同样可信 所以那还能是同时 又是MIT的研究员 对 然后呢 研究的主要是看主流 去华尔街的一些体系 怎么可以去adopt的这个 区块链这么新的东西 对 或者是完全一样呢 还是有可能是 把定制化呢 还是一个新的 肯定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肯定要有关系 有关系 对 那么这些条件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如果我们都做到位的话 明白 我们坚信下一类牛市 就是华尔街主流基金 一定进来 到那会儿 绝对应该是上万亿 什么时候 悄悄问 那个 我如果准确地说出 那我就是神仙了 但是我预言肯定有 你觉得跟大家 现在年轻的 这些创业的人 三个建议是什么 三个建议 首先第一 肯定要抓住未来的趋势 未来趋势 对 如果 对 就是如果你不能抓住 未来的趋势的话 甚至做相反了 你没有机会 你再创业的 你累死都没有机会 就一开始 出发点千万不能错 方向一定不能错 第二呢 就是 要辞职以后 我遇到太多的创业者 就是说 他可能第一次 跟我谈的 idea概念也很好 但如果三个月以后 第二第三次 他又谈别的事情 又谈别的 什么事情 我就觉得他没戏了 而且事实证明 他没戏了 一般真正的成功者 都是至少两三年 甚至长达十年 他还在关注一件事 他还在努力一件事 坚持 我觉得是 一个项目 包括一个人成功的 最基本的数值 如果这个都没有 没戏 第三点呢 我觉得 正确的财富观吧 就是说 当你获得财富以后 怎么样去选择 往往决定了 你人生的结局 和是否 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太赞了 太赞了 好的好的 谢谢韩老师 谢谢 好的 一定成功 只想安安 今天做一只美少女